大家好,我是马兹 带你一起穿梭动画的次元 最近我马兹都会先更新这一季的新翻 想说就当做一个新翻扫雷 让大家可以决定 要不要去看哪一部动画或什么的 而今天推荐的这一部名叫 想要成为影之实力者 开始看之前说实话是带着 应该也是和一般上的异世界穿越翻差不多吧 的这种想法开始看的 奇特的是这部动画第二集才转身到异世界 第一集是在诉说 他本身有多想成为不起眼的英雄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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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原来整部动画的主轴就是很强烈的在耍中二 而且还真的耍去了异世界啊 算是这一季我马兹还蛮推荐的异世界翻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他的故事吧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早晨的来临 西野财团的千金兼女演员的西野倩 来到了学校 她受同学们的欢迎 一路打招呼直到看见我们的男主银野时 她沉寂中下 运动中下 样子也很路人 倩和每个人都相处得不错 唯独就是心里不喜欢银野 因为她不止一直叫错倩的名字 最介意的是银野的视线从来都不正视着她 因为银野是她的邻座 所以就算再不喜欢 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 倩也不得不和她有最低限度的交谈 倩其实在国中的时候 曾因为丑闻而暂停过演艺活动 自那以后她就戴上了面具做人 在大众面前保持最好的形象 放学时已经晚上了 倩打电话叫她的司机来接她回家 可是没想到的是 她的司机已经被两个绑架犯缠上 不知情的情况下 倩自己步行回家 但这也是她噩梦的开始 在晕倒之前 倩确实看到了银野目击的整个事件 醒来的时候 她伸出一间废弃的工厂里 这两位绑架犯绑架倩的原因 就是看中了她是西野财团的千金 想要勒索一大笔赎金 万幸的是银野也跟踪他们 到了工厂准备救出倩 卸下了数公斤重的沙包 打开满是装备的背包 才知道原来银野身长不漏 就在绑架犯想要侵犯倩的时候 银野换好了衣服 踢破天花板跳下来英雄救美 自称是潇洒暴徒杀手 绑架犯及时掏出了手枪 没想到被银野的速度给击败 另一位绑架犯瞬间兴奋起来 身为被楚名的前军人 尝过杀人的滋味 立刻掏出刀想要自杀银野 而银野用来对抗他的武器竟然是 居然能用撬棍把军人的刀给打飞 三两下将对方的手和腿给敲断 再残忍地把他抱头撬晕 才知道为了试验撬棍的能力 银野还把整个暴走集团给解决了 替倩松绑后 银野也率先离开 布局后警察也来到了现场 倩的爸爸也利用西野财团的能力 把这件事情给压了下来 事情就是告一段落 之后倩一如往常的上学 突然发现这天 银野竟然开始正视他 原以为是个好的开始 万万没想到隔天的新闻就爆出 银野时因为意外被卡车撞飞而当场身亡 回想起小时候 银野比任何人都崇拜着英雄 所以他也想成为英雄 银野学剑道 跆拳道 拳击 无论什么能让他变强的他都去学习 在学校是个低调的路人甲 可是私底下却是个武林高手 为的就是成为英雄 一天晚上在森林里练功练的走火入魔的时候 冲出马路才会被卡车撞死的 诶诶 等一下 原来银野时是个彻彻底底的中二病啊 用一整机来铺成他的中二病末期 说着 小弟真的干败下风啊 被卡车撞死之后 当然就是转身到异世界去 一睁开眼就成为了一个乡下贵族卡盖诺男爵家的儿子 被取名为席德卡盖诺 在这个世界终于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能力 那就是 魔力 卡盖诺家代代兜出魔剑士 也就是用魔力强化身体战斗的启事 而现在卡盖诺家最有实力的 就是席德的姐姐克莱雅卡盖诺 席德依然低调地活得像路人甲 可是一到晚上 到处去杀害盗贼夺取他们的财宝 配上他的史莱姆装备更是无人能敌 在搜寻财宝的时候 碰巧找到了一团 腐肉 是因为魔力失控才搞成这样的 奇德就把他带回去用来做魔法实验 一个月之后没想到啊 竟然是捡回来了一只精灵 嗯 应该怎么向这位精灵解释呢 那就把中二病默契传染给他吧 你醒来了吗 青石你的诅咒已经解开了 你是英雄的后裔 一切都是迪亚布罗斯教堂的阴谋 哪般家伙妄想要复活魔神迪亚布罗 而我们的使命就是从幕后阻止他们 英雄后裔的你愿意跟随我吗 我的生命已经是你的了 就在此时 奇德的组织暗宁花园正式成立 也把金法精灵命名为阿尔法 三个字 三年后 奇德也13岁了 而姐姐克莱雅则是15岁 每位贵族在15岁的时候 都要到王都的米德加尔摩剑士学院就学 而克莱雅要出发到学院的这天 他竟然被绑架了 同时在这三年里 阿尔法召集了很多的成员 Beta报告说 阿尔法已经找到了克莱雅被绑架的藏身地 犯人恐怕是迪亚布罗斯教团里的干部人物 呃 因为奇德给阿尔法的中恶设定 变成只要和暗影花园对立的 都会被说成是迪亚布罗斯教的阴谋啊 绑架克莱雅的人是奥尔巴子学 原因是因为他怀疑克莱雅是恶魔附体者 突然间下属匆猛地向奥尔巴报告说 有敌人入侵 他们就是七 仅仅只是七位少女 就将所有的精英士兵给歼灭 就算奥尔巴的实力非凡也抵不过阿尔法 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奥尔巴也是迪亚布罗斯教团的人 原来迪亚布罗斯教团是真的存在啊 奇德你误打误撞预测了未来啊 没办法之下 奥尔巴吃下密钥让自己的实力倍增 然后趁机逃跑 这时候的奇德在哪里呢 原来他迷路了 诶 怎么旁边的屎门打开了 啊 是奥尔巴刚小逃到他面前啊 就连阿尔法也打不过 当然如我们所见 在奇德的面前根本就是砧板上的Pork 用充满魔力的一刀就将他给干掉 就这样 这次就克莱雅的作战也就简单的达成了 隔天伤势痊愈后 克莱雅也立即出发到米德加尔魔剑士学院 没想到与此同时 阿尔法他们竟然向奇德道别 原因是阿尔法说为了对抗教团 他们必须到世界各地去分头行动 但对奇德而言 阿尔法他们一定是找借口 想要结束这个迪亚布罗斯教团 中二病的游戏而已 诶 奇德 迪亚布罗斯教团是真的存在啊 两年后奇德也15岁了 终于也到了就读 米德加尔魔剑士学院的时候 七个月里 他非常顺利地在学院里装路人甲 还交了村民A和村民B两个朋友 叫做修罗和甲卡 因为在近期的考试中垫底 所以作为惩罚被损友要求 和亚里克西亚米德加公主告白 然后当场被拒绝出丑 Yous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路人甲事件啊 嗯 奇德 你 是有问题吗 傍晚 奇德完美地掩饰了什么叫做路人甲的告白 简直就是 Perfect 结果当然是 很快的这件事就传遍学院 就连午餐都和希德一起在第一级贵族区一起用餐 当然希德用尽全力想将公主给赶走 可是却硬生生地被他带到一级王都五神流的课 去陪他练剑 一级班的剑术指导老师名叫杰诺古丽菲 课堂结束后 看见亚里克西亚和杰诺的口角才知道 原来他为了不要当杰诺的未婚妻 所以才利用希德和他假扮成男女朋友 直到杰诺放弃为止 其实希德也不吃亏啊 因为亚里克西亚直接用钱来砸他 就算半狗还很愿意 毕竟暗影花园的经费实在是太大了 就讲他们当了一阵子的情侣 可是杰诺却还是无动于衷 今天放学后在火车上 亚里克西亚回想起和希德练剑的时刻 瞬间就感到不高兴 因为看见他就像反射着朴素又无能的自己 其实亚里克西亚很崇拜被称为 是王国最强的姐姐艾丽丝 可是因为拥有着天壤之别的天分 导致亚里克西亚被世人称之为凡人的剑 从此以后就讨厌自己的剑 可是希德却说他喜欢亚里克西亚的剑 这当然就立刻惹怒了他 站起来一个不爽就拔剑 当然希德也毫不让步 说了喜欢就是喜欢他的剑 火车停下 亚里克西亚转头就走 他们也在这时候结束了情侣的关系 然而隔天一早到学校 就被杰诺和王都骑士团包围 才知道原来昨晚从火车离开后 亚里克西亚就失踪了 而最后一个和他接触的人就是希德 看来这次可是完蛋了 与此同时 亚里克西亚在地牢中醒来 手脚都被锁上魔力封锁装置 而隔壁牢房是一只像合成兽一样的怪物 这时候绑架犯现身 说绑架亚里克西亚的目的 就是为了他的王族的血 用来做研究复活魔神迪亚布罗 一只不停地被抽血 导致身体越来越虚弱 再不把他救出来恐怕就难逃一死了 而喜德被抓起来后也被骑士团暴虐 可是把公主抓走的又不是他 怎么知道公主在哪里呢 可怜的喜德一定是很痛苦 诶 根本一脸在享受的样子啊 よし 我一定可以演得比你们更加路人的 跟真正的路人甲比较属于更加路人甲 是什么姓屁啊 几天后喜德被放出来 满身是伤的同时 还被骑士团监视着一举一动 回到宿舍时看见的 是阿德法在房间里等他 对喜德来说 阿德法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探望他 和他玩一下中二的教团游戏 这对喜德来说真的有点感动啊 这里只有喜德还不知道 教团是真的存在啊 复旧后轮到贝塔 来向喜德说明这次的作战计划 暗影花园将会有轻盈的带领下 动用114名成员 哦 还雇用了那么多临时演员啊 是真的吓死啊 动用114名成员 从不同的地点发动袭击分散教团 在跟踪亚雷克西亚的魔力痕迹 找寻他的所在地 直到地上开始有骚乱 绑架犯被逼急了 把用雅雷克西亚的血制造出来的试作品 直接打进怪物身上变成狂暴 反而把绑架犯自己给害死了 原以为自己也将被杀死 没想到 竟然被怪物救了 破开天花板直接跑到地上去大闹 亚雷克西亚趁机逃跑 万万没想到却遇到了杰诺 他就是幕后黑手 因为如果研究成功的话 杰诺就可以被内定坐上迪亚布罗斯教团里 最高级的原作骑士的第十二席位置 就算雅雷克西亚想要反抗 他也不是杰诺的对手 杰诺还贬低他 不可能成为像姐姐爱丽丝一样强大 在这绝境中 听到黑暗中传来的脚步声 是Shadow出现了